在屏东发生了一起家暴案件 一名体重破百的老公 她因为沉迷电玩不帮忙家务 结果呢被练国术的太太 打得鼻青脸肿 她到法院申请保护令 不过因为她的太太身材非常的瘦小 几乎只有老公的一半而已 所以法官在审理的时候 一度弄错了对象 家暴案件的受害者可不止女性 屏东就有一名壮汉也递壮 申请保护令 一名声称遭到太太家暴的先生 身材高壮 身高只有180公分 体重更超过100公斤 太太身高160公分 体重50公斤的身材 足足比先生少好几号 不过因为太太是国术高手 把先生打得鼻青脸肿 让法官当场傻眼 原来知名先生平常成名于 网咖的电玩游戏 甚至还骗太太要加班无法回家 太太发现后和先生发生争吵 虽然先生很强壮 但还是不敌武功高长的老婆 疼她啦 爱她 行她 所以就不为你送她 这样啊 这种分别的把柄 不过你还要够 要够你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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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官认为这名先生有错在先 一旦合法保护令的话 太太就被迫要离开家里 无法照顾小孩 于是劝先生下班早点回家 不要沉迷于电玩 先生才撤销申请